对着警察不断哀求 年轻妹妹跪在地上大声哭喊 似乎是在求救 父母站在两旁搀扶着她 在场远警有些束手无策 晚间11点15分 女子在巷口歇斯底里大声喊叫 爸妈也追了出来 想把她带回家 三人在路边拉扯 喊叫声引起邻居注意赶紧报案 警方五分钟内 骑车抵达现场 发现对方情绪失控 父母也在一旁安抚 好不容易才劝回家 但还是难以平复 不得已只好请119强制送医 深夜听到求救声 住户都吓了一大跳 深入了解原来年轻妹妹疑似失恋 导致情绪低落 12月5号晚间突然失控 大吼大叫 家属需要我们帮她协助救医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会帮忙这个家属 协助把她送到医院去 人民保姆无奈 大小事情都得处理 女子情绪问题出动了5名警力 但无法将她强制带回 只能耐心劝导 记者谢君中 温思涵台北报道